第七个问题说,在家中念佛堂为祖先和冤亲债主 是否应该长期列牌位,给他们回向 应该,这是决定的应该 对祖先呢,这是尽孝道 对冤亲债主啊,永远要记住 化解冤界 冤亲债主,人人都有啊 过去今生,给一些众生不知道借多少冤啊 你在走运的时候,冤亲债主不来找你麻烦 啊,如果你的好运走完了 冤亲债主就出现 大概冤亲债主出现的时候 你的麻烦就大了 啊,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啊,所以应当要给他公拍位 天天给他回向 啊,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 要给他们共同分享 啊,那么最好的法院 希望我们冤结化解 共同来 学佛 啊,将来 往生 西方 啊,成佛之后 道家辞行 普度众生 啊,在一般情形呢 啊,这冤亲债主都络意接受 啊,多愿意跟你在一起共修 啊,这是好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弟子在大学里从事现代科技教育工作 工业自动化 但深知科学技术的副作用 对人类的危害 为了把工作干好和学生的就业 还必须努力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 请问呢,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工作 事件事 没有决定的是非 没有一定的善悟 啊,只看了 你自己的觉与迷 啊,如果觉悟了 没有一样事情 不是好事 如果是迷了 天天痴呆念佛 也未必是好事 啊,迷悟啊 啊,真的觉悟了 你就在你自己工作本位上 尽量的把科技的副作用 回避 这就好啊 你就做了大善事啊 你做出成绩 做出效果 啊,对人类 啊,对人类 生活啊,衣食住行 啊,医疗保健 像这些地方 都做出了贡献 好事情 啊,负面的尽量减少 可以做这些研究工作 啊,尽量的减少 啊,对于 环境的 污染 对于 人 人类 精神上的污染 这就是好事情 啊,所以科学本身 并不是坏事 啊,如果带来很多副作用啊 这就不好了 第九个问题 老法斯说过 啊,请神就必须送神 但弟子一直都是为各种冤亲债主 啊,放地藏经 三规以后 佛号等 放完之后啊,没有请他们离开过 但由于佛号播放啊 是 从来不断 啊,应什么时候 送他们走 这跟鬼神往来跟人没什么两样 你请客嘛 你请他来的时候 啊,到时候一定送客嘛 鬼神也是,也如此 啊,所以 有请他来的时候 也有一定呢 送他的时候 每天都要送 早天请他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快送了 要不送的时候 你睡觉他干扰你很麻烦 你也干扰他 他也干扰你 啊,所以啊 一定要懂得 啊,迎请离送 啊,鬼神跟天神 啊,天神高级的 那就不用说了 啊,越界天 尤其是越界天的 这地居天 啊,这佛经上说的 地居天就是四王天跟逃利天 啊,大致上 啊,这个生活方式啊 啊,跟我们人间 多分都是相同 啊,那么天上呢 是 善多我少 啊,三我道呢 啊,是苦难多我 这个,这个 降落少 啊,差别不太大 啊,都应该 有言情 有礼送 啊,你 啊,你 陈佛 阿,你 阿,你 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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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